如果你是一个内地的电脑玩家 并且游戏临在20年以上 那么对于神偷2这款游戏一定不会陌生 神偷是IDOS公司于1998年推出的作品 真正让国内玩家熟知的 则是2000年推出的二代 因为它是各种盗版合集里面的常客 那个时候大家口袋里普遍没钱 盗版商都是尽可能的推出合集 就是把大量的游戏 想办法塞进一张CD碟里 显得更超值 用以增加其销量 正好神偷2在去掉音乐和动画后容量比较小 让他在那个几年当中成为了盗版合集里的网红 随处可见其身影 老孙我当年也玩过神偷2 不过面对黑漆漆的画面 穿行于大片大片无人区域的时候 我的一个老毛病犯了 我这个人从小只要玩那些画面重复度超高 并且敌人稀少的游戏 浑身的汗毛和鸡皮疙瘩就会竖起来 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惊恐的感觉 非常不舒服 这种感受很难准确的用语言来描述 也许有过相同经历的人才会明白 记得第一次让我出现这种症状的游戏 是FC上的赤影 对 就是这玩意儿 不是赤影战士 这个游戏的结局 不看攻略是几乎打不出来的 走来走去都是不断重复的地图 时间一长 浑身的汗毛啊 鸡皮疙瘩什么的 全都无限起力 惊恐症状发作 成为了最心理阴影的游戏之一 神偷2的情况也差不多 它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 但并非火爆的射击类FPS 我们控制男主 用潜行的方式 完成一系列的偷盗工作 途中有大段大段的无人区域 同时还要解谜 经常是为了抵达下一个地点 必须来回的跑很多次 寻找各种机关 这个过程中 没有敌人 也没有任何同伴NPC 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外 什么音效也没有 于是又让我产生了那种坐立不安 非常不舒服的感觉 尝试了两三次都没能打通 最后确定了 不是我的猜 还是算了吧 神通系列的第三部作品 《死亡阴影》 于2004年推出 对应的平台是PC和Xbox的初代 口碑销量都比较一般 随后IDOS公司被SE收购 成为了其子公司 神通4也于2008年 首次落面 进入开发阶段 可能SE也没有想到 这款看似稀疏平常的续作 竟会如此的难产 不断的有负面新闻传出 甚至在开发工作进入到第五年后 还是连个试玩版都弄不出来 那段时间经常在网上 能够看到神通4可能流产的消息 实际上想想也知道 SE已经为它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 和人力物力 是继续往这个无底洞里面扔钱 还是干脆就放弃算了 怎么选都很难 好在经历了诸多磨难 经历了多次制作人员更迭后 游戏最终还是于2014年 勉强完工上市了 此时距离当初立枪 已经过去的整整六年时间 游戏的标题也从神通4 变成了神通 没有了任何后缀 意味着这不是续作 而是像2013年推出的古墓令一样 算是整个系列的一次重启 对于这款使用了循环三引擎 并且开发了六年的大制作 我还是比较有兴趣的 时代不同了 即便游戏的玩法没有变化 至少画面和操作性 一定是有着质的飞跃 相信不会像当初的二代那样 让我再次产生不舒服的感觉 神通系列的主人公叫盖瑞特 从初代开始一直是此人 盖瑞特原本是一名孤儿 在街上行窃的时候 遇到人生中的导师阿特姆斯 在他的指引下 加入到一个叫守护者的秘密组织 这个组织的目的 是为了维持城市各个势力之间的平衡 相当于是个地下的正义联盟 盖瑞特在这里 学会了更多高级潜行和翘索技能 但天生闲不住的他 始终还是觉得偷盗更有趣 最后退出了组织 继续当小偷 在日积月累下 逐渐成长为一名传说级别的盗贼宗师 某次在街上 他遇到一个叫埃琳的 刚从妓院逃出来的女孩 可能是因为两人差不多的绅士 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情绪 也可能是出于男女之间的异性相惜 总之盖瑞特放弃了独来独往的原则 收留了女孩 并且把自己一生的本领都传授给了他 埃琳成长得很快 可是他脾气暴躁 喜欢杀戮 每次偷盗的时候 总是毫无顾忌地击杀守卫 相比之下 盖瑞特算是一个比较有原则的贼了 他并不试杀 会尽量在不伤害到任何人的情况下 用悄无声息的方式 盗取想要得到的东西 Visa他跟埃琳谈了许多次 但始终没有结果 最后两人因为意见不合 彻底分道扬镳 而这一作的故事 便是从两人多年后的一次重逢开始 此时的盖瑞特 为一个叫彼得的雇主服务 经常从他那里接到一些任务 在完成之后 能够获得丰厚的报酬 某天他接到个任务 要潜入男爵的家里 盗取一块宝石 男爵是目前城市的管理者 他的宅地当然不是那么好近的 属于高难度任务了 因此艾琳也被雇佣 作为盖瑞特的帮手 两人相识多年 讲道理应该是好拍档 能配合默契 但实际情况刚好相反 一路上相处得非常不愉快 艾琳嘲笑男主年老体衰 跑两步就气喘吁吁 行动效率也明显比他低下 盖瑞特则是觉得 艾琳过于依赖手中的 这个叫钩爪的辅助工具 是件很不好的事情 用他的话说 钩爪会产生依赖性 会让技术止步不前 但艾琳丝毫不以为意 并且还是跟当年一样 肆无忌惮地夺取守卫的生命 这个事情更让盖瑞特愤怒 显然许多年过去后 艾琳的心性并没有任何变化 也没有变得更成熟 两人一边斗嘴 一边来到任务地点的屋顶 此时男主做了一件 特别不上路子的事情 他居然把艾琳的勾爪 给偷了过来 这个事情就太过分了呀 就算你瞧不起勾爪这个工具 也没有必要拿人家的东西 他现在是独立的身份 做完这一单之后 立刻会跟你分道扬镳 你管人家平时是用什么工具呢 你好好的拿他的东西干嘛 此时的艾琳并不知道这些 两人透过屋顶的玻璃天窗 看到下面有一堆穿着长袍的人 正在进行某种神秘的仪式 为首之人的手里捧着本大书 随着脚步的缓缓前进 一股神秘的力量也逐渐出现 让屋子里的气氛诡异到极致 看到这一幕的盖瑞特 立刻决定撤 多年的经验告诉他 此地凶险异常 任务必须要终止了 可是艾琳对于男主的决定不以为然 他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机会 能够拿到宝石的 准备继续独自完成任务 可是一转身啊 傻眼了 自知的狗爪被偷了呀 艾琳一时间甚至有点懵圈 他简直不敢相信 男主竟然会做出这么龌龊的事情 愤怒的他立刻冲上去争抢 打斗中 狗爪掉到了玻璃天窗正中间的位置 艾琳爬了上去 准备拿回自己的装备 可是由于下方爆发出奇怪的能量 导致整栋建筑发生震颤 震颤又让屋顶的玻璃碎裂 盖瑞特抓住艾琳的手 却没有将其拉上来的力量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掉了下去 并且不偏不倚 正好落在了那本发光的大书的上面 艾琳不明白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什么 男主也不明白 此时的他管不了那么多了 一把抓住了狗爪 再利用狗爪射出的绳子 成功缓解了自己坠落的速度 先保命要紧啊 前方就是出口 没想到天上突然掉下一块大石头 砸中了脑袋 晕过去了 醒来后的盖瑞特 发现自己在一辆缓缓驶入城区的马车上 两个拉车的把他送进城后 立刻开溜了 盖瑞特不知道此前发生了什么 他去找了自己原来的雇主彼得 以及本地盖帮的帮主 一个白内障老太 通过这些老熟人给的情报 他得知了距离上一次两人去偷宝石 竟然已经过去的整整一年的时间 这个一年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盖瑞特完全无法得知 他觉得自己不过是刚刚经历了一次不成功的任务 怎么醒过来就是一年之后了 同时没有人知道艾琳的下落 男主认定他肯定是死了 那没有办法呀 任务失败 同伴死亡 自己的生活还得继续 盖瑞特调整好情绪 努力回到从前的状态 此时的城市跟一年前比起来 更加阴暗和肮脏 男爵作为城市的管理者 各种欺压底层百姓 是个十足的暴君 而底层民众 则在一个叫俄里翁的人的带领下 开始起义 两股势力把整个地区搅得不得安宁 男主并非罗宾汉那样劫富济贫的侠盗 他只是出于兴趣以及利益 才从事偷盗工作的 但至少不会站在暴君男爵那一边 他除了帮彼得做事之外 偶尔也会帮帮那位带领平民起义的 俄里翁做些事 当然毫无疑问 必须要有报酬 不是白做的 同时他自己也会出于兴趣爱好 从贵族那里偷些东西 带回去作为收藏 盖瑞特的藏身之处 是城里最高的中塔 每一次回家都得哼哧哼哧的爬上个半天 身为一个传说级的盗贼宗师 竟然没有买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 要寄居在中塔里面生活 似乎有点奇怪 不过在这儿呢 他可以俯瞰整座城市 将一切尽收眼底 也许只有这样 才能让他产生一种城市之王的感觉吧 明面上的王是男爵 阴影中的王则是我 盖瑞特 在游戏的设定中 这座城市里既有机械 又有魔法 听起来很蒸汽朋克的味道 但实际看到的画面却不怎么蒸汽朋克 给人的感觉 就是一座工业革命时期的普通城市 烟囱里冒着浓浓黑烟 遮蔽住天空 大街上只有昏暗的灯光 经常还是会出现大片无人区域 既没有守卫 也没有平民 就算知道它是一个以潜入为主的游戏 但这么冷清的环境 画在如今真的是非常罕见了 让我恍惚间有种回到了20年前的错觉 盖瑞特身为窃贼 从地面前进 显然不是最优的选择 它可以利用勾爪和绳索爬到高处 那些屋顶 阳台 以及通风管道 才是最安全的行动路线 勾爪还是从艾琳身上偷过来的 当初盖瑞特对这个东西是万般的不待见 说勾爪会阻碍技术的进步 会产生依赖性什么的 巴拉巴拉一堆 结果自己拿到货却不停的使用 攀爬的时候会使用到勾爪 从背后敲运敌人的工具也是勾爪 哦 别人用的时候就说三道四 落到自己手里就真香啊 对不对 盖瑞特的人设 并非绝对 此前的几部作品中 它也杀过人 因此游戏里 盖瑞特是可以用弓箭杀死敌人的 如果你愿意的话 从头刹到尾也没有问题 除了普通的箭尸外 还有火箭 用来点燃一些火把 火堆之类的照明物 也可以直接让敌人的身体着火 不过威力真的是挺低的 有火箭就有水箭 可以用来熄灭路灯之类的光源 另外还有毒箭 可以让敌人陷入短暂的僵直状态 后期还有爆炸箭 威力巨大 再数量稀少 这个是作为最后的保命手段 不到万不得已 基本上舍不得用 听起来是不是攻击手段反多 但这个游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它里边 完全没有任何近身攻击的办法 男主甚至连一把贴身的小匕首都没有 在正面遇到敌人的时候 还是只能弯弓射箭 这意味着同时面对两三名敌人 就只能逃跑了 火得必死 没有近战武器 也意味着我们要杀一个普通人都有难度 就像你看到的 这位贵族家的厨师 一边跑动一边大叫 可我们却没有什么好办法 因为处于这种状态的敌人 哪怕是绕到背后 也是没有办法敲晕的 只能慢慢的用弓箭射它 场面非常尴尬 盖瑞特也没有任何的超能力 不能像耻辱系列的主人公那样 施展瞬移 魔法这些超现实的力量 他唯一一个不同于常人的地方 就是可以打开天眼 利用右边的这只假眼 看到一些正常情况下 发现不了的东西 比如某个隐藏机关 或者某个不太明显的通道 除此之外 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类 弯弓搭建的速度缓慢 走两步就会气喘吁吁 一副年老体衰的模样 因此无论做什么任务 都要尽量潜行 无法像耻辱那样 既可以潜行 也可以大杀四方 时间一长 难免会觉得游戏的方式有点单调 原本以为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自己又将回归正常的生活 在日复一日的偷盗 以及跟贵族们的周旋中 寻找乐子 寻找生命的意义 没想到某日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盖瑞特掉进了一个虚空一样的地方 在这儿 他见到了艾琳 此时的艾琳浑身闪着白光 形象模模糊糊 说的话也是似是而非 回到现实后的男主 对于刚才看到的一切很震惊 觉得艾琳是不是没死 是的呀 艾琳本来就没有死呀 至少在开头的荧幕当中 他确实没死呀 隔着屏幕我都看得很清楚 还在动 看到没有 还在动 你作为一个在现场的人 应该看得更清楚才对呀 为什么就是一口咬定他死了呢 随后通过一系列的调查得知 艾琳的身体当时刚好掉到了书上面 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拖了起来 随后这股力量四散 变成了许多块拥有原初之力的石头 艾琳由于刚好处在力量爆发的正中心 使得她获得了大量的原初之力 随后被男爵秘密关押并研究 因为男爵想要得到这种力量 用来统治世界 原初之力能不能用来统治世界 我不知道 但它确实可以改变世界的样貌 随着艾琳体内力量的不断觉醒 城市里的房子出现了大面积崩塌 没有地震也没有山洪海啸 可房子就是一直在崩塌 原理还让一部分的人 变成了类似僵尸一样的存在 他们一般会在矿坑 以及城市的阴暗地带活动 看上去几乎没有智商 就像这样 嘿我在这里啊 你往哪里跑 这不是睁眼瞎吗 亏你两个眼睛还在发光 盖瑞特并非是什么狭盗和救世主 但眼看着自己一直生活的城市 即将崩塌 也不得不行动起来 想办法找到艾琳 拯救自己的家园 在随后的一系列活动中 他得知了原来艾琳 目前并不在男爵手上 而是被反叛军的领袖 俄里翁绑架了 俄里翁根本就不是个好人 他也渴望得到 原出石头的力量 统一世界 盖瑞特一路追到 俄里翁藏身的大船上 见到了两人 就在准备弯弓射箭的时候 俄里翁念起了神秘的远古咒语 让男主无法行动 头疼不已 可能是咒语激活了 艾琳体内的力量 也可能他就是很巧的 在这一刻发生了变异 总之灵魂突然跟本体 分离了开来 并且在瞬息间 杀死了我以为是 最终boss的俄里翁 艾琳本人则成为了最终boss 幻化出一堆的分身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不让他发现的情况下 潜行到分身的后面 偷取他体内的原力石头碎片 不愧是名字就叫神偷的游戏 最后也是以偷窃收场 在连续取得了三枚碎片后 会迎来结局动画 艾琳不知道怎的 又被挂在了悬崖边上 跟开场时候的情景如出一辙 盖瑞特伸手拉住他 但力量不够 无法将其拉回来 艾琳大喊 叫快把钩爪扔给他 只要有了钩爪 他便能自己爬上来 钩爪就在男主的裤子上 可他偏偏就是不去拿 而是伸手去拿 俄里翁尸体旁边的书 这本书可以用来封印原初之力 哎等一下 你难道不是应该 先把女孩子拉上来 再去封印石头吗 石头又不会飞了 可是女孩快撑不住了呀 果然这么一耽搁 艾琳撑不住了 坠落下去 盖瑞特这时才赶紧拿出钩爪扔向他 画面一转 原初力量已经被封印了 而艾琳也掉了下去 盖瑞特呆呆地望着眼前的夕阳和海面 不知道在想什么 去网上查了一下 这一幕有很多解读 有时候他是想利用俄里翁的尸体 去救女孩 却不小心碰到了书 导致延误了救援时机 有时候游戏因为拖了太久 勉强做了个结尾就匆忙上市了 因为再不上市的话 这个项目肯定就没了 还有说男主是个老演员 他根本就不想救艾琳 否则没有任何理由不先掏勾爪的 这是个一秒钟就能够完成的事情 可他偏偏就是不做 所以他是个老演员 反正不管怎么解读 游戏就是结束了 另外艾琳掉下去的地方是大海 他只要会游泳的话 讲道理还是有一定的生存几率的 因此这个结尾 个人觉得算是开放式的 为续作埋下一些伏笔 游戏推出后 手桌的销量其实还蛮好的 容得美国和英国销量榜的榜首 但后续的口碑并不好 其实神偷4好不好玩 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情 我觉得还马马虎虎吧 反正是一款能够玩得下去的游戏 个人印象最深刻的 反而不是游戏性 而是它里面的人设 真的好丑 欧美游戏普遍不喜欢 弄一些俊男美女博眼球 但无论是战争机器里面 一脸横肉的马库斯 还是最后生还者里 宝金苍苍的乔尔大叔 又或者是一直躲在 盔甲里面的士官长 它们都各有各的魅力 但这个游戏里面 无论男主女主 还是各种配角 我的感觉就像是群魔乱舞 配合阴暗的画面 以及实在谈不上精彩的过场演出 卖相真的不怎么好 各大媒体也普遍给出了 比较中庸的分数 用某个开发者的话说 一款在Medicredit上 评分低于70分的游戏 想要为其续作立项是很难的 如今7年过去了 确实也没有任何新作的消息 因此不出意外的话 这款号称将神偷系列重启的作品 应该是重启失败 成为了这个古老系列的绝唱了 朋友们可以点个关注 另外老孙的频道空间里 还有更多有趣的内容